女子蹲在地上痛哭失声 双脚瘫软需要旁人搀扶 因为下方的边坡旁 心爱的家人再也救不回来 人有没有办法拉出来 夹住没办法 警向触动怪手 小心翼翼的将挖土机翻转过来 就怕一不小心会让他直接翻落边坡 大批搜救人员赶到边坡下 要将被压在挖土机下的 令姓男子就出来 不过因为他被压住的时间过长 到院前宣告不致 这个刮入冰箱 这是哪个冰箱 头太松 还是说他踩路怎么没有 没刮中 没得了 他只要这样做 那人在做先只要这样做而已 新北市石门这处山路旁 在17号下午进行排水垢工程 不过挖土机驾驶在独自作业时 疑似因为操作不慎 意外翻落十公尺下的边坡 整个人被压住完全动弹不得 当山顶上的工人听到巨大声响 才发现同伴已经发生意外 由于事发当时没有相关人员在现场 而究竟是驾驶操作不慎 还是挖土机失常 也只能等待警方调查 不过遗憾的是一家人 也就此天人永隔 记得朱建勇喜欢新北市报道